对待试炼最好的方式是努力向前过得比他好 是不是 你睁开眼睛 把眼泪擦干净 把自己头发固上 扎上 给我津津伸伸的看门 微笑面对 变得更加的漂亮 让她今后后悔失去你 这才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应该做的事 这样是不是精神多了 是吧 站到开启告白这门的恩键旁边 问几个问题 如果她要是今天没来 接下来你怎么做 没来我就 回去好好 好好过 怎么好好过 把自己状态调整好 身体调整好 然后找一份工作 那如果她要是今天来了 真是不幸被嘉宾们言中 她真的有家庭 你怎么做 我希望她 能好好过 那你呢 我也回去好好过 那如果送这个零食 在这段时间关心你的人 不是你的前男友 是别人 你怎么办 我真的不觉得是别人 我觉得就是我的男朋友 我今天来之前也往那个陌生号码上发短信了 我跟她说我来了 那万一是别人呢 比如说是我呢 那我就 我就 谢谢她吧 谢谢她 不要被失恋冲锋的头脑 该感恩的要感恩 该负责任的要负责任 该好好过要好好过 好吧 接下来把手放在按键上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看看出来的人是谁 五四三二一 按键 多吉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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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